写完程式之后要养成好习惯 加注解的好习惯 因为如果你写完没有加注解 跟有加注解 其实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因为你可能改天 你把程式打开 你会发现有加注解你会看得懂 但是如果没有加注解 你可能写完之后 你下一次打开 你会发现 这我以前在写什么 我完全看不懂 有没有 那有那个注解的形式 最关键的是 我习惯会在每一个 前面一定要加单引号 这个是固定的 那至于后面的叙述 你可以自己再加 我的习惯会加1234 表示说我的那个程式流程 大概是怎么样 甚至呢 我以前 甚至刚开始写程式 我可以先写注解 比如说我程式不会写 没关系 我先把注解打上去 那我再把程式补上去 这也是一种写法 OK 有时候你可能还要思考说 哪些地方该怎么写 那不是很确定 没关系 先把那个注解先打上去 然后再把程式补上去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有关那个 VPA里面的程式 像什么INSTR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其实VPA的函数 跟Esser里面函数 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去学习 一般学习是这样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上方按 就是INSTR 这个函数上方按一个F1 F1的话 一意思就是说是Call Help Call Help 意思是说它会把官方的 官方的什么呢 官方的说明档帮你调出来 那至于这个函数怎么使用 它都有详细的说明 那当然上面有个 有个什么来自 这个把它启动起来 那这样比较不会有错误讯息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拉开 它还可以请参阅 它还可以参阅哪一些 当然你想说老师 那我如果想要完整学习呢 如果我想要知道 那个VPA里面呢 的所有的函数有哪一些的话 如果你所有都会的话 那以后就知道 哪一个状况 用哪一个函数嘛 那使用的方法你可以这样 上面有个问号 对不对 问号按下去 它一样会帮你把 所有的VPA的官方的 说明档也会叫出来 这边都有 其中有一个什么呢 程式语言参考 第三个 点下去 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 A到Z 它会帮你按 英文字母顺序 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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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什么作用呢 它都会帮你列出来 它里面每一个都有说明 那比如说我们是 Instree的话 这边就是 I开头 所以 Inst 在这里 Instree就出现了 那你可以怎么点进去 那当然 如果说你想 那这些 如果你真的要把VPA 彻底学会的话 像我以前刚开始 还是要先做点功课 什么功课呢 我就把A到Z 每一个都点开来 然后自己有 笔记本 每一个 每一个把 每一个函数 对应到的功能 写下来 还要传递什么引数 在旁边做个记录 每一个 每一个都这样做 那这好处什么呢 以后我如果 哪一个工作 需要用哪一个函数 那我就知道 到哪边找 那当然你不用10倍 因为这边都有 那个说明档 你就直接把说明档打开来 照着做就可以了 所以你们需要学的是什么 学着如何 使用那个函数的方法 而不是10倍 这不用倍啦 因为里面都有 那我为什么会用 主要是第一个 我知道VBA里面有哪些函数 其中有一个是寻找函数 那第二个呢 我就进到里面 稍微看一下 它第一个参数 有没有 第一个参数做什么 第二个参数 第三个 第四个 有没有 那如果是中瓜胡的 表示选项 就是可以不用加 那如果不是中瓜胡的 就一定要 那它这边意思说 从第一个字串里面 找到第二个字串 有没有出现 这边都有相关的 如果不知道的话 底下还有相关说明 然后还有一个范例 范例里面也有了 不过这个说明档有个缺点 就是你不能很认真看 认真看你会看不懂 这个很抽象 所以最后其实就记得看关键的东西 关键的东西就是它能够做什么 有没有 然后它要传哪些参数的语法 对应到底下就是这些 OK 所以它这个结构 你可能要慢慢习惯了 你习惯之后 你会发现它其实还蛮有调理的 那你不习惯的话 还以为这是天书 写个外星人看的 不过这个可能要慢慢习惯它 那当然呢 坊间有一些书籍 就是专门帮你整理VBA的函数 一整本词典 那写的比较好 如果我觉得既然官方已经有了 像那种书 当然就不见得必要了 如果你有需要想要彻底了解的话 你可以把那些书 整个都拿来看 所以我们这边是用到VBA里面的In3 另外还教各位一个方法 如果说你想知道VBA的函数有多少个 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打个VBA点 有没有发现 点下去之后 它会帮你把那个VBA里面所有的函数 还有它能够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全部帮你调列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这个之后 如果你要呼叫哪一个 比如说In3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点的方式把它呼叫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已经把那个光胡志串加清除做完之后 然后呢当然你可以再把前面的这个按钮按右键 重新指定一下 因为刚刚已经做过那个录制聚集 所以重新指定光胡志串 把它复制一下好了 其实不用复制啊 把这个编辑一下 名称的话呢 也许就不用什么底线聚集了 然后清除的话也不用那个 重新指定到清除 按确定 然后把上面的名称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清除就好了 不用聚集 那这样的话试一下 按下它 按下它 清除 那如果说我向下追踪 跟刚刚一样 Ctrl C 底下又增加三列的话 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 还是不会 清除呢 OK 那怎么怎么改 其实也是一样哦 我们刚刚 i等于2到10 可是问题 我那个位置呢 要变成变动的 变动什么呢 就是自动追踪的话 其实只要把 用什么 range 其实就是把range 什么呢 由哪里呢 由A2 向下追踪那一行 那样 再把它补上就可以了 好 后刮弧 点 and 然后前刮弧 向下 后刮弧 点row 这个把它加一下 好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追踪了 那另外呢 也可以把这一行 复试一下 底下的清除呢 也一样可以把它贴上 所以未来 向下追踪呢 基本上都一定是这个 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 虽然没有几个字 但是用到的机率真的颇高了 因为没有这个 说真的 你写完之后 总不可能每次都来改程式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每次都改程式 你改这个地方就好了 它就会怎么样 向下追踪 有没有 清除 也可以马上每一次都清除掉 这个当然在 我们的那个讲义里面也都有了 所以讲义里面 反正就是 for i 等于2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分别就是取前刮弧 取后刮弧 如果不等于0的话 那就才去做切割到B栏的动作 这个程式 虽然结构没有很复杂 以后基本上很 处理很多资料 都是从这样的架构出现的 所以记得这个一定要很熟 因为以后像这样的程式 算是基本架构 基本架 以后写来写去 很多复杂的功能 大概都不会脱离 以这样的架构 因为第一个一定要回圈 第二个的话一定要去找什么 最后的话做一些逻辑判断 再来的话 如果我希望 我们已经产生VBA的按钮了 再来的话要做什么 Function Function就是 我如果希望 在这边我不要用按钮 我希望 游标放B2 插入函数的时候 会自动出现什么 使用者定义 就是你定义出来的 然后那个函数的话 也许叫做截取刮弧的函数 那这个函数做什么呢 就是你给一个资料 它会帮你把结果 把它算出来 里面有没有刮弧 那这要怎么做 基本上第一个 一样切到V就Basic 上礼拜有做过 我们大概再来看 第一个呢 插入一个 先把刮弧字串这几个字复制一下 因为可以少打四个字 插入一个程序 那形态的话是Function 名称的话 记得就是 刮弧字串 补一个函数 因为名称不能一样 只要用过的名称都不能一样 所以加两个字 刮弧字串函数 按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上个礼拜讲过 Function它是互动的 所以你必须要丢资料给他 因为他会问你 你要给我什么 给我那个参赛者的资料 对不对 所以怎么跟他要 这个后面有个刮弧 所以你就怎么样 把这边的参赛者资料 这几个字 把它复制一下好了 取消 再切到Visual Basic这边 把那个参赛者资料 这几个字贴到刮弧的后面 OK 这样的意思是说 他会跳出一个视窗 前面会出现五个字 参赛者资料 那你就怎样 选一下 告诉他说在那里 再来的话你要做什么呢 一样 他给你这个资料 那你要最后处理完之后 丢回去给刮弧字串函数本身 他就会直接帮你把结果 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去 还记得那个流车 只是说这个要怎么做 其实 像如果 我的习惯是 如果这个sab写好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很简单 其实他们的逻辑都很像 只要把那个上面的程式 复制贴到底下改就可以了 那改哪些 其实他做法一样 你进来的资料 然后一样找前刮弧 找后刮弧 那如果有前刮弧 的话 那我就切割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跳过了 或者甚至给他一个空的东西 那一般我习惯是把上面这一段 复制一下 然后呢 丢到这个下面来改 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个 他的缩牌太过去了 应该只要一个缩牌 所以 增加缩牌是按Tab 减少缩牌 记得按Shift加Tab Tab是增加缩牌 Shift加Tab是减少缩牌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请你把那个 Sales的这个 A栏的资料 这个 这个物件的 名称 把它改成什么 参赛者资料 这个 那 Sub是直接到A栏去抓资料 可是呢 Function是 你要提供给他的 所以呢 你给他 那你要提供 你要选一个资料给他嘛 所以呢 你就把A栏的资料用什么 用参赛者 这个 参赛者 这个资料呢 把它 贴上 所以里面只要看到 Sales A 这个 就全部用什么 参赛者 的资料去改 好像有三个吧 或者你可以用取代啦 取代可能更快一些些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做完之后呢 会Return到哪里 特别重要 这个有个Return的概念 切完之后呢 要丢给 不是B栏 在Sub是直接 在那边抓 抓完自己帮你放 那Function是 它要帮你放 所以特别注意喔 它是谁 它是刮胡次算函数 所以 可以切得把B 改成这个 刮胡次算函数的名称 把它 这个改一下 所以其实 Function 的步骤 第一个先 加一个参赛者资格 中间程式是从上面把它丢过来 只要改两个 一个A 是参赛者的资料 B的话呢 就是刮胡次算函数 一来 一往 OK 好 其他的应该就不用改了 我们试一下 程式会写完了 就这样子 不过你大家要了解 为什么 里面的逻辑啊 怎么跑 基本上都一样 好 那我们试一下 做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再到 B2 插入一个 制定函数 所以点击 使用者定义 就会出现 刮胡次算函数 好 这个时候他会跟你要一个资料 有没有 参赛者是谁 是他 那里面有没有刮胡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呢 他就返还什么 返还零 那如果有的话呢 就会帮你把刮胡次算的东西 切割放进来 其实这样还蛮快的 那 但是 这个好像有 还是有一个程式的一个bug 这个bug是什么呢 为什么 他里面没有 如果没有刮胡 那会是零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 程式还有哪个地方要改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这个function的逻辑 这个逻辑里面呢 特别注意哦 如果 如果 不等于零 表示什么呢 表示有刮胡 我切割 可是这里会少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 就是if 这个一重 就是我只处理什么 处理那个有 有刮胡 可是没有刮胡都没处理嘛 那没有处理的话呢 这个刮胡次算本身的预设值 预设值就是 它里面原来放的是零 那如果零 那你如果不希望是零的话 你就要怎么 变更它的预设值 要怎么变更哦 特别注意哦 你请你在if的 这个 end if 这个最后面这一行 把它enter一下 然后back一下 移到前面 多打一个else el se enter 这个else 意思就是说 如果 这个为true的时候 处理这个 那 这个是反之的意思 反之就是说 那如果 它 这个逻辑是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 意思说有找到 有找到前刮胡 那就切割 可是如果没有找到的话 要做什么呢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 这个刮胡次算函数 等于什么呢 它预设是等于零嘛 那我如果希望 不要是零 对 空把 空把要打什么呢 双引号 对 慢慢 所以有的时候 都很直觉的 其实你会想说 老师你程式为什么这样写 其实为什么这样写 都是 我看到什么 而去做后续的事情 这些程式 都不是 死背的 或者是说 我刻意去把它变出来 而是见招拆招 所以你们要学的是什么 如何 针对 哪个问题 用什么方式去解决 因为以后这个范例一定是跟你工作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 基本上你要学的是 只要看到什么样的情况 你可以做 你需要的那个处置 所以 处理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多一个这个 else 把它丢一个空字串 那改完之后你要做什么呢 很简单 游标再移到资料编辑列上 你只要打个勾就可以了 打勾等于是说 让那个方选重整一下 它会重新帮你跑 打勾 OK 你会发现 打个勾 这个OK 下面为什么不OK 下面还在 我好像在那个2013以后的版本 是打个勾全部都变了 这个2010好像还要全部再填满一次 不过结果一样 OK 反正就是 你会发现本来是丢零的 那现在就会丢空字串 就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也就是这个地方 主要我们是练习 第一个 这个是VBA的第一种方法 这个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第二个方法 请各位试一下 如何针对这个瓜糊字串 去做一个制定函数 那重点的部分 我们在讲义里面也有 所以请各位一样参考一下 我基本上是 那这个后面的这个名称 我是用资料 你当然也可以用参赛者资料 一是先加 加一个方选 叫瓜糊字串 函数 然后二是加一个引数 三就是把程式贴过来 把里面的那个 sell A 的部分 改成参赛者资料 或资料 然后呢 Return B 的部分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瓜糊字串函数 然后最后会多一个这个 else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制定函数